第1333集 叶浩轩这个逼装子呀 连他自己都想抽他自己两个大嘴巴子了 他是正经人 直到现在 他还是改不了看到漂亮妹子 两眼发直的状态 不过他一般来说呀 只对梁家感兴趣 至于那些按摩的地主 说真的 他叶大少有精神洁癖 所以那种地方还是不去的为好 老板真心是好人呐 出门在外也不去那种地方放松 司机大笑道 行了 去军山那里吧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叶浩轩问道 青山道观 司机打道 很灵验的一个地方 道观是清代末年建成的 香火很鼎盛 而且 我跟你讲啊 那个地方啊 有一棵事业树 只要是许了院 一般来说都会飞黄腾达的 老板 我看你不是一般人 我真心的推荐你去那个地方看看 行 那就去那吧 叶浩轩点点头 虽然这个司机啊 把那地方吹得是天花乱坠的 但是叶浩轩真心不感觉 那个地方会有多灵验 因为他知道其实现在真的道士 和真的和尚一样稀少 尽管有些地方的确是千年的古怪 但是走到了近代 都已经商业化了 这些道士们大多数都只是一些 只会穿着道袍神神叨叨的 念念有词的神棍 他们并没有真才实学的 而且你们去那里 他们只会一个劲地呼应你 往那功德乡里面撒钱 这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叶浩轩现在闲得没事啊 所以就想到处看看 万一道观那里面 真的有一位隐士的高人呢 道观在月城西郊 西郊的一座山就叫做君山 虽然月地山多 但是这座山确确实实的 是与其他的山不一样的 叶浩轩很远就发现了 山上的灵气很充沛 不过西郊比较荒凉 这个地方距离市区很远 很多地方还是处于 未开发的阶段 再加上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车很少 这个地方也不用怕超速什么的 所以司机就施展出来 他的飙车技术 一辆开了几十万公里的 大众出租车 愣是让他给开出了跑车的感觉 请速 叶浩轩突然道 怎么了 司机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浩轩 前方移动测速 你不想被扣分的话 最好还是减速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啊 移动测速啊 这么偏的地方也有 司机吓了一跳 虽然感觉到有些奇怪 但他还是把车速给降了下来 有些疑惑地看着前方 路上一辆警车在缓慢地爬行着 不过上面的装备 着实让司机吓了一跳 他脱口道 你妈呀 真的是移动测速吧 都开到这里来了 这 这你妈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过说归说 好歹他躲过了这一次 如果刚才不是叶浩轩提醒的话 他恐怕真的要被扣分罚钱了 兄弟啊 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测速的 司机有些疑惑地问道 看路口啊 我一个朋友是干交警的 他给我说的这些知识 就说哪些地方会有交警测速 叶浩轩笑了笑道 刚才的那个地方 路口比较宽 路上的车也少 所以一般人开到这里的时候 都会猛地踩一脚油门过去的 我就是根据这个判定的 前面一定有测速的 这样啊 哎呦 那这里面的学问可真深啊 你不服不行啊 以后我得好好地学习一下 司机点点头 他记住了叶浩轩的话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他并不作声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交警朋友 之所以会懂这些 那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走的 毕竟 他现在的精神力很强 所以能很及时地发现前面的问题 出租车继续地向前开去 不过受了刚才那警车的刺激 所以司机也不敢开得快了 速度中规中矩吧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有了一条白影 这白影是一个女孩 她正在对着出租车挥手 出租车走近了 这才看清楚白影是一个女孩 她一身旅游着的大扮 背后还背着一个包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女孩 大概是六七岁的样子 她浮在路边 脸色微微地有些苍白 去哪里啊 司机习惯性地停下来 只问了一句 君山 师傅 我们打车过来的 那破出租车的司机 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了 女孩焦急地说 我妹妹有哮喘 她现在犯病了 这个 车被包了 这不太方便呢 司机有些为难地说 她看了夜号悬疑 我下去看看 夜号悬打开了车门 然后走了下来 她走到了那个坐在地上 呼吸困难的女孩旁边 地上去了一瓶水 谢谢 不用 那小女孩摇摇头 小心 你没事吧 拦车的女孩扶着她焦急地说 姐 我没事 女孩勉强地笑了笑 她的脸色很白 连嘴唇 也有些发青了 你的病 不宜出油的 尤其是这个季节 夜号悬皱了皱眉的 她伸手搭在女孩的脉搏上 试了试 然后便松开了手 你是医生 她跟前的女孩 试试地看着夜号悬 懂一点医术 夜号悬笑了笑 喝点水 一会儿就好了 但是你的病 真的不适合长途巴适的 我看你姐妹俩 风尘仆仆的样子 是走了不少的地方吧 是的 我们的确是走了不少的地方 拦车的女孩 接过了夜号悬手里的水 递给了妹妹 生病的小女孩 喝了点水 感觉好多了 上车吧 我们去的刚好是一个地方 夜号悬微微地一笑 扶着生病的女孩 走上了汽车 司机关好了门 然后发动了汽车 谢谢你们了 我叫李倩 这是我妹妹李希 我俩都是穷游者 拦路的女孩 把自己的头发砸好 对夜号悬笑道 你们这年纪 应该还在读书吧 夜号悬看了节目 妹俩一眼 我在读大三 我妹妹高三 李倩懒着妹妹道 她的病应该不利于读书吧 嗯 她的病情不利于读书 现在休学在家呢 我也办了休学手续 陪着她到处走走 李倩懒着妹妹的病 一直是按照哮喘的套路去治的吧 夜号悬淡淡地说 是啊 她是哮喘病 不按哮喘的方法去治 难不成 还有其他的办法不成 女孩有些诧异地 看着夜号悬 这方法不对 夜号悬摇摇头 她的病 本来就不是哮喘 而且我看她病了 至少已经有五年了吧 你们用治疗哮喘的方法 给她治病 而她还能在这五年内安然无恙 我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奇迹啊 我妹妹的病 难道不是哮喘吗 女孩吃了一惊 她向夜号悬问道 不是 夜号悬摇摇头 她的病 是属于心脑血管一类的疾病 而且病因在肺部 因为她的心肺有问题 我得出的结论是 未原体心脏病 我也是学医的 你说的这个病 我没有听说过 女孩摇摇头 我是临床医疗系的学生 哦 这么巧啊 夜号悬微微的一征 我读书的时候 也读的是临床医疗系 但是你所说的病 不对症啊 女孩摇摇头道 我妹妹去过很多地方检查 她的病就是哮喘病 不过她的哮喘病 是变种类的疾病 所以一直治不好 变种类疾病 叶浩轩微微的一征 她摇摇头 恕我直言 这种疾病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这是我们学校医科大教授提出来的 女孩道 是一种新型的哮喘 暂时没治疗的方法 所以你没有听说过 也是正常 听着 叶浩轩扯了一点出租车上的发票单下来 她拿起了笔 写了一个方子 然后递到了女孩的手里 如果相信我的话 按照这个方法去治 中药 女孩看着手里的字 她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浩轩 毕竟像叶浩轩这么年轻的中医 她还是没有见过的 你不是临床医疗系的学生吗 怎么一眨眼又变成中医了 女孩有些不解 她对叶浩轩提起了警惕 她觉得叶浩轩别有用心 叶浩轩现在的心境 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一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她的表面上 就能看得出来 而现在这个女孩的表现 就是明显地 不相信自己的意思 对此叶浩轩有无奈 这也怪不得别人 毕竟她和对方是萍水相逢的 自己贸然地去给别人治病 这本来就有些不合适 难道古人说医不自荐 那是因为医生与其他的职业不一样 如果你要对一个人说 我可以治好你的病 那样的话 你多半会被别人 给当成神经病的 所以这个女孩对自己 有防备的心理 而且从她的情绪 叶浩轩可以看出来 她认为自己是在泡的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 十分的无奈啊 唉 我是临床医疗系的学生 但是我也懂中医 而且 我现在就是靠中医为生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萍水相逢 我话已至此 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好的 谢谢你的好意 我有时间会去验证一下的 李倩收起了手中的小纸条 对叶浩轩点点头 虽然她嘴上这么说的 但是看她的样子 恐怕一会儿下车以后 她就会拿着这个小纸条丢了吧 叶浩轩摇摇头 既然对方不领情 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自己也没有必要 求着他们 一定要用自己的药不可 汽车 汽车晃晃悠悠地走了一段路 李倩似乎是忍不住了 她问道 我妹妹做过很多检查 很多方面显示的就是哮喘 你凭什么认定她不是哮喘 凭感觉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不过你既然不相信我 那我也就懒得解释给你听了 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的吧 你 李倩 李倩有些无语地看着叶浩轩 她听出来了叶浩轩浓浓地忧远 不过她反过来想想 也是 自己都不相信人家了 人家凭什么要跟你解释呢 我只是觉得 身为医生 你不应该胡说八道的吧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负责 你也一样 更何况你是医生 我觉得你应该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吧 对不起 我负责不了 叶浩轩笑了笑 有些话说出来了就是说出来了 你愿意信也好 不愿意信也罢 反正我无所谓 我想用一个解释 我也是学医的 以后我们就是同行 我喜欢探讨问题 你不说清楚 我会受不着教导 我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话 你也相信 叶浩轩问 信 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也相信 立浅微微地一笑 更何况 我不相信你是胡说八道的 哦 那不好意思了 我就是胡说八道的 叶浩轩怂怂肩膀 他无所谓地说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姐姐都说了 她想听听结果 而且我不认为你是胡说八道的 李希的情况好转了点 恢复了她活泼可爱的那一面 我说了 病因是在肺和心脏的部位 那怎么会出现 功气不足的情况呢 李倩问道 那是因为 这种病是一种特殊的肺心病 来得快去得也快 叶浩轩解释道 发病的时候 肺部膨胀的比较大 所以会压迫你的呼吸道 让你感觉到功气不足 但是这种病不比一般的肺心病 她来的时候快 去的时候更快 当你们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 她的病情已经好转了 所以你们查不出来 她心脏与肺部的变化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情 李倩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刚才都说了 你导师能提出一个所谓的变种型哮喘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说一个变种型的心脏病呢 我导师不一样 李倩生气地说 你怎么能跟我导师比呢 我怎么就不能跟你的导师比了 叶浩轩反问道 她是三头六臂吗 还是说她能呼风唤雨 我导师是多面性的人才 她是权威 权威 叶浩轩小了 我看她是没事找个研究的项目吧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关注 只有这样 她才能从你们学校那里面 骗出来一点资金 你说我说的对吗 你胡说 我导师不是那样的人 李倩怒道 行 小姑娘 我不跟你争论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我给你的方子 你相信的话就照着方子去做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随手丢了就是 不勉强 我要下车 李倩恼怒地说 这里距离你们要去的地方 还有二十多公里 而且这个地方晚点 根本就没车可搭 最重要的是群山附近 可是有狼群出没的 你确定吗 司机点了一根烟 一边开车 一边道 姐姐 不要争了 李倩倒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小姑娘 她道 其实有些时候 有些课题研究来研究去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而且我觉得 那些人也是闲的 用那个时间 倒不如多去看几本书 多去几个地方旅游 如果我好好的 我才不会那样虚度光阴呢 李倩笑道 李倩笑道 看 你还没有你妹妹开明的 叶浩轩摇摇头 她不再理会这个女人了 这个女人看起来有些偏激啊 小夕 我保证 我会努力的 我会把你的冰治好的 李倩叹了一口气道 行了 姐姐 我真的很好 有你这份心就好了 我想 我会坚持到那一天的 李倩笑道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这个女人真的是傻得可以 这种疑难杂症 就算是放到国际上 也是一个难题 她真的以为凭借自己 就能把这疑难杂症给治好吗 且不说她在大学里 学到了多少知识 但是她能从大学生变成医生 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有些时候 有的事情 不是说你努力就能达得到的 叶浩轩是真的不想打击她的积极性